大家好,我今天想给大家分享人工神经网络 人工神经网络是现在最流行的深度学习的基础知识 这一章是我们接下来要学习深度学习的基础 那什么是神经网络呢? 我想用一个简单的例子,给大家有一个直观的理解 如果你不是特别关心理论,你特别想要自己上手词实际操作 来对神经网络有一个概念的话,那我这一个例子会非常适合你 我会用一个什么样的例子呢? 对,就是最经典的言语话分类的这个例子 那我想所有学过统计学的人大概都会了解 有一个叫IRIS,就是圆维花的这个数据集 这个数据集呢,是1930年代被第一次使用的 就是用统计的方法 根据圆维花不同类别的圆维花,它的那个花瓣和花厄的宽度和长度 来判断这种圆维花是什么圆维花 在这个数据集里面有三种圆维花,也就是说有三个类别 这三种圆维花后面是三圆维花,变色圆维花后 圆维集里面有三种圆维花,如图片所示 我们想要根据圆维花的花瓣和花厄的长度和宽度 这四个数据来预测这种圆维花是什么类别 是这三个类别的哪一种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对于圆维花来说 花瓣是什么呢,圆维花有两层 那中间这,你看看它的每一朵花呢 中间的这三个彩色的东西呢,是花瓣 在花瓣的外层就是这个,这个和这个呢 是花二,也就是如图这里 就是我们如果把花瓣摘掉的话 我们看到了剩下的这三个,就是花二 花二是用来,当花还没有开放的时候 还是花骨朵的时候,花二是用来保护花朵的 当鲜花完全绽放开的时候呢 我们就能看到花瓣了,然后花二呢 就在花瓣的各外层 那我们想要知道的就是根据花瓣的长度和宽度 还有花二的长度和宽度 来判断说这种圆维花是属于这三种之中的哪一种 我们先用一个实际的例子来显示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数据集 入大家手势 那这个数据集里面呢 第一行是header或者叫做文件头 它标注了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本身叫iris.csv 是逗号风格的数据集 这个数据集的每一行呢 由一二三四五个元素组成 第一个元素是花二的长度 是以厘米为单位的 第二个是花二的宽度 第三个是花瓣的长度 第四个是花瓣的宽度 第五个就是类别 那这个数据集有多大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据集 一共有100 从第二行到151行 一共150个数据 然后呢 类别分别为 弗吉尼亚约尔花 然后是 变色约尔花和三约尔花 那这个是三约尔花 我们呢 就根据这个数据集 我们来训练一个 人工神经网络 然后呢 根据这个神经网络 我们可以对 给定花额长度宽度 和花瓣长度宽度的 任何数据 我们就可以预测 它是属于 这三种 没有花中的哪一种 好 我们现在开始 用python 来写程序 那主要设计到的 我要使用的几个机器学习的类呢 它的那个 酷 分别是 Keras 那 Keras 只是一个 API 它内部呢 可以使用其他的 真正的 机器学习库 我们现在 用的底层是 TensorFlow 首先呢 我引入的是 lumpy 这一个库 因为我们做 很多的计算 需要用到 矩阵的运算 Python里面 最方便使用 最流行的 就是lumpy 用来做 绝对运算 还有呢 就是Pandas 它是用来 做 数据分析比较方便 可以很方便的 从csv 或者excel 这种 文件里面 把数据读到 内存里面 用一个表格的形式 在内存里面保存 可以做各种操作 例如 筛选 排序 等等 接下来 就是 我说的 我们要用 Keras 这一个 深度学习的 酷 它本身 只是提供了 一个 API的保果层 它内部 其实要使用 真正的其他的 酷 比如说 Tensor 这种 首先 我们要 在Keras 的model 里面 从 models 这个Keras 的酷 里面 导入 导入 这个叫 sequential 就是序列的 串行的 这个类 然后再用 Keras 的layers 导入 dense 我这里用的神经网络 是最基础的神经网络 它的层叫dense 就是每一层的每一个节点 或者叫银堪称的每一个节点 都跟前面一层和后面一层的所有的节点都有一个连接 所以说它是密度很高的连接度很高的 所以叫dense 所以叫dense 那样 在这种Keras 里面导入的口 是一个wrapper 就是一个用来跟SciKid比较好结合起来用的一个保果的API吧 从这里面 import是Keras classifier 然后呢 再是Keras里面导入一个库叫 在utilities utils 导入一个叫numpy utils 这个我待会给大家解释 是用来干嘛的 接下来还要从 sknaren sknaren 在这里 我主要用它来做 做交叉验证 从这个model selection 里面选择cross wow score 就是计算 交叉验证的 嗯 那个 准确度的 得分的 还从sknaren里面呢 也是model selection里面 model selection有很多种方法嘛 我现在选kfold kfold就是 把给定的数据局 分成k个小的数据集 每一次呢 将其中一个作为测试集 剩下的k-1个小的数据集 作为训练集 然后训练模型 然后 重复a次 重复k次 这样的话 相对每个数据集 都被用来当作过数据集 或者是训练集 当成数据集 至少是一次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知道 某种算法 它的那个 大概的性能 是什么样子的 还从sknaren里面 导入一些 预处理的 功能 比如说 我这里要用的是 label encoder 它就是说 你看我们的这个 Iris 这个 这个 人工神经网络呢 它要求所有的数据 输入呢 都是 都数值 但是你看 这个花的类别呢 是用字符串来表达的 我们要想一个办法 把一个字符串 转换成一个 数字 或者数字吧 所以肯定 转换成整数 那label encoder 就是可以用来做 这件事情的 然后我们还要用到 Coscalers 的 models 里面的 import model from json 这个呢 就是说 我们训练好一个 模型 一个神经 人工神经网络的 模型 是需要很多时间的 我们把它训练好了 我们要把这个模型 最好存起来 以后下次再用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需要再次训练了 因为训练是一个很耗时的过程 也很耗会计算资源 我们把训练好的模型 存起来 然后呢 要用的时候再把它 我们把它存成文件 然后用的时候 我们把它从文件 读到微存里面来 然后就可以 直接做预测了 那这个 KerasModel 导入这个model file 节省 就是做这个事情的